在香港, 吃一隻起碼要過千以上 你看說, 放了口 味道如何? 味道如何? 說不出話, 太大了 一口包, 八口包在你口中 一口包 很好吃, 因為我沒吃過這麼大的 一口咬下去的包 這裡的燕窩是來自印尼的特級燕餅 在香港吃一碗, 至少要600元 不過用燕餅做的燕窩 多吃幾碗, 同樣有美容的功效 包丸的燕窩 味道如何? 味道如何? 橫汁非常好, 真是織忙的 夠香滑了, 是不是? 很滑, 做燕窩 覺得馬上變漂亮了, 是不是? 你一向都這麼漂亮 如果覺得剛才那個燕窩吃得 還沒夠, 份量還沒夠的話 這裡還有其他選擇 像這個套餐一樣 有圓仔, 三頭鮮包 有油翅, 還有鵝掌 都是一千三百匹 即是三百元港幣也不用 這頓飯, 鎮店三豪加起來 所以價錢就是一千零四十匹 一千零四十匹? 一千零四十匹 你又可以計算一下 好像港幣是多少? 二百元, 差不多 對, 差不多二百元而已 這個價錢的話 如果你在香港吃的 分分鐘一個次已經不至, 是不是? 麻煩請我吃吧 最重要是你吃得開心 Yummy, 很好吃 你看看你, 越吃越肥了 像什麼樣子? 這個吃得是福 對 成就這樣 你支持他這樣說 好, 既然你這麼喜歡吃 就猜猜哪個地區會勝出 深圳…因為有特色 我覺得是泰國, 便宜漂亮 不要咬了… 快點公佈結果 日本醫院監装餐廳 又潮又瘋, 超棒 台灣豪巴豪氣萬千, 真棒 聽司機哥哥說 這種的士不是全日本都有的 只是在東京, 大阪和京都才有的 而坐三輪的, 都是以遊客為主的 其次結婚開派對的, 都喜歡租利用的 因為它始終都是一輛廣告車 所以, 只是日光日白才會開車的 每天上午11點開工 下午5點鐘的下班, 很準時的 他們的基本收費 頭500米每人就收300日圓 大約20元港幣 之後每100米就加51元 大約3.5港幣 不過翻風、下雨、海嘯、龍捲風 他們都是不開車的 免得有意外 到了, 文奇 那…沒有咪標, 怎麼算錢 不用這麼擔心 別人開車賺得吃的, 自然有辦法 看看 沒有咪標, 當然沒問題 對了, 有一把收費尺就可以了 只要將這把尺放在地圖上 就可以度出所限的距離 在這把尺上 還會顯示出所需收的車資 到時就不會爭取了 這些車資全部屬於司機自己所有 不知道他們在地圖量度來度去 每個月可以度到多少個回合呢 我這個月大約開了20天工 平均每個月有九萬元 不過很多人做3個月就不做 因為實在太辛苦了 人工又不是高 所以人們當怕他們做的 歸叫我空 不繼續在乘? 繼續在乘,就繼續做司機了 但是越來越多人喜歡自己單人 但是沒有旅行團的交通安排 又不懂得乘車 唯一的方法就是乘的士 沒錯, 廣州在這次的大格闘裡 竟然出動了一些不載人的的士 不載人的的士, 怎麼載什麼呢 載…再看看吧 廣州多的的士都知道 不過這裡有一種的士 不是我們伸手截停就行了 而是要叫他們來 兼車他們的起標收費 比香港的的士還貴 究竟有什麼的士那麼厲害 廣州的士多, 顏色多 而且起標特別便宜 7元人則有交易, 很多人都知道 不過廣州有一種另類的士 很多廣州人都沒見過 未必知道的, 就是這種的貨的 這輛貨車又是的士嗎 怎麼沒見過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 貨的就是我們香港的電召客貨車 即可即盜, 以運貨為主, 不載人 據統計, 高峰期的廣州貨的大約100部 不過這幾年競爭大 到現時剩下40部左右 每天你可以有多少個客人 這就說不定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一天能跑三、四百塊錢 那大概有多少個客人呢 大概只有, 如果公司和我們自己 有熟客的, 一天有五到六個客人 最常一天有五到六個 最少都有五到六個客人 客人想找甚麼貨, 基本上就沒甚麼特別限制 當然貨物要合法和安全 但要留意一件事 貨的容量只有六立科米 限載的總重量是0.87噸 現在傑仔, 嘗試再載器材去另一個地方 看看貨的收費是多少 由於貨的屬於另類服務 收費方面也有比一般的士 起標20元人仔 三公里之後, 每公里就是4元人仔 至於等候時間就是每兩分鐘1元人仔 全部體標收費 不用說價, 夠勢方便 如果真的需要用貨地來搬貨的話 有一點要注意, 就是他們的服務時間 通常是早上8點鐘 到晚上的11點鐘左右 做足15個小時 每個月可以賺多少的工資 除了一切開支 一個月兩三千塊左右 這些貨的很先進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全部裝有GPRS 接訂單就夠方便了 看來有訂單了, 別妨礙你們了 貨的, Let's go 廣州貨的果然入特色 但是廣州貨的貨的 贏不贏都還未知 因為就有兩個地方的的士 我們還未出場 這兩個地方就是台灣和韓國 那究竟他們的的士有甚麼這麼厲害呢 那不如飛過去這兩個地方 我們坐那邊的的士 掌聲 出動, 先坐車, 搭車, 搭車, 搭車 溫泉圈選美女 當然重點就在泡湯的裝扮 友宜登場這是一定要的 左台布袖身材 美女選拔基本功 樣樣缺不得 看完了泳裝秀美女披著浴袍走 很性感 這也掠露了平溫的項目 你可沒看過了吧 溫泉美女長得漂亮一定要 另外還得要親切 美少女一笑誰不愛 大家都喜歡 色女物當然爭著搶 再來看看參賽小姐們 還有這位三十二一 擁有豐滿尚圍的美少女 她們都說能有好膚質的 就是要多多泡溫泉 她可以讓我皮膚 就是洗完的時候 花花的 我覺得很喜歡 常泡溫泉就是這樣 冷熱刺激身材反而會更好 開口閉口都是溫泉好 台南關子嶺剛剛選出來的 溫泉美女 果然馬上為泥江溫泉做宣傳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 接著再帶您到